韓國的大姓 心情佔了韓國人五分之一的人口 中國的大姓是姓李 佔了全部漢人裡面的8% 越南姓軟的人究竟有多少 好久不見 跟大家分享一個小故事 是在2015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在台南某一間人力中介公司 當駐廠翻譯還有管理員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那時候一個颱風剛走 那天下很大很大的雨 那一個快遞人員呢 就拿著一個包裹 很辛苦的進來問我們說 請問這裡有沒有一位軟小姐 我跟同事當時就是面面相去 我們的宿舍呢 越南人少說也有上百人 當你把資料性軟了 進入系統的時候 出來的結果應該也是好幾百人 所以我們就在問說 還有沒有其他的資訊 他看了很久 然後好像很開心的跟我們說 軟氏小姐 我不誇張 他就這樣子跟我們講 然後我們又陷入了沉默 因為雖然性軟是幾百筆 那你改成軟氏的時候 其實他還是剩下五六十筆 你總不能叫我把整個宿舍的廣播下來 五六十個在那邊排隊 然後就看你這個包裹是誰寄的 因為這個東西有可能寄的也許也是越南人 所以他寫的那個筆記也不清楚 然後又剛好下雨 那個筆也是水龍性的 就這樣子整個不清不楚 當然這個事情 後來是我們用手機去反查 就找到了這一個人 不過這個事件可以讓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說 其實越南人有非常多人是性軟 所以這個現象呢 其實造成了很多困擾 韓國的大姓刑警佔了韓國人五分之一的人口 也就是二十趴 中國的大姓是姓李 他佔了全部韓人裡面的八趴 正確數字是七點九多這樣子 又回歸到越南村上 越南性軟的人究竟有多少呢 官方給出的數字是 保守一點的是三十趴 比較大一點的數字是四十六趴 然後取一個比較中間值的是四十趴 這是維基百科上面的數據 但是這麼多的性軟的人 難道性軟的祖先很會生嗎 在台灣我們可能結婚的時候 我們就盡量說不要同性的互相結婚 因為有可能大家的祖先都是一樣 然後我們就會有血緣關係之類的 但是在越南呢 這種情況是非常常見的 也就是性軟的人娶了性軟 然後他出來的小孩也是性軟 第一波是在1225年的時候 那時候越南的陳朝呢 推翻了禮朝 那那個時候陳朝就 逼迫禮朝的人都要改成性軟 反正就是有一批的 姓李的已經改成性軟 後來胡朝又推翻了陳朝 那在推翻的時候呢 殺了很多的陳朝的人 所以當胡朝的衰弱的時候呢 很多胡朝的後代也都紛紛改成性軟 就是為了躲避陳朝的人的報復 那在1592年的時候 末朝衰弱的時候 也不知道什麼原因啦 我不是歷史學校 反正就一拖拉苦一狗飄的 就一起改成性軟了 當然最重要的就是 越南封建制度的最後一個朝代 也就是封建制度這個隊伍裡面 壓隊的那一個朝代 軟巢 因為軟巢啊 他制定了很多 會有很多的福利是專門給姓軟 這個時候又帶起一波改姓風潮 那越南人的姓可以改來改去改來改去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就是因為很多的庶民老百姓是沒有姓的 這也就是最後最後最後的一個support的動作 就是法國之名 法國一進來 人口普查 也對人沒有姓 Oh No 你這些沒有姓的人 通通都給我姓軟 這也就是我剛剛講的 為什麼 同為姓軟的人結婚 基本上也不用擔心說我沒有血緣關係 在這邊啊 也要順便給大家補充一個冷知識 越南的國父呢 也就是鈔票上面的這個人 他也姓軟 他本名叫做軟身公 明星公 從抗法革命期間呢 他又改成了軟愛國 然後呢 然後他就變成我姓軟了 除了姓軟之外呢 其實越南的名字 讓人家第二個更有印象的就是女孩子會有一個式字 這個式呢 並不是姓氏的式 但是它真的是名字裡面的一個字 說起這個就要講到越南人的式語結構 可能在台灣大家接觸到的女性 越南女性名字會比較多 所以大家對於是這個字印象會比較深 但實際上呢 越南人呢 對於名字呢 有一個公式 南方能體 南文女士 這什麼意思呢 我們來看越南的名字結構 基本上先有一個姓 OK 這個跟中國人是一樣 再來中間有一個叫做墊字 關鍵就在於這個墊字 父母在給孩子取名字的時候呢 還要考慮到墊字的意義 然後才取到 最後一個叫做正名 好 登臉 登將 或者是北越的翻譯 好 登臉 登金 所以越南人的名字的結構上呢 就會有一個叫姓 再來是墊字 再來是正名 名字呢 本來就是會有兩個字 我們的名是會有兩個字的 那再加上一個墊字 所以很多人的名字可能變成四個字 那女孩子呢 最常用的就是四 那男孩子呢 就是我剛剛講的 南方能體 男文女士 裡面的那個文 所以 你會看到 女生的公式就會變成 軟式叉叉 因為名字有可能是兩個字 有可能是單一名 那就是軟式叉 那男生呢 就比較簡單 就是軟文叉 如果是兩個字的話 它可能就是軟文叉叉這樣子 最著名的就是 越南的前南越的總統 叫做軟文少 我用幫他提 南越特種部隊 十九連成位 是這個字 基本上沒有什麼意義口言 它只是表示 這是一個女孩子 它名字裡面有一個文 告訴你 它是一個男孩子 它是一個識別的區分 所以 以上就是簡約的跟各位分享一下 為什麼越南人 有這麼多的性軟 軟式宇宙 OK 以上就是本集全部都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追蹤我的頻道 又在我的粉絲上面 幫我點個讚 我是阿旺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囉